然後想要學APP 他買了兩本書 然後中文書但是學不會 然後想要學他這樣 那我就覺得這個概念就很棒 因為我回想到我以前 在最一開始在學寫程式的時候 因為買了中文的書 看不懂然後就覺得不知道怎麼辦 最後是在有些學習方面才跨過去 所以我就去今年的7月 就第一次去拜訪他們家庭 然後跟爸媽了解說 你孩子為什麼想要學習寫程式 然後這小孩也興趣在哪裡 那我發覺其實這位孩子 他非常的文靜 他都不太講話 但是他就很想學 那我從這過程中去跟爸媽訂定說 好那我們怎麼讓孩子去學這方面的東西 然後以後希望看到什麼 然後怎麼去方向 那也從那一次他才開始去問什麼 家長都問 欸老師啊我的孩子要學APP 你覺得買什麼電腦比較好 然後我就分享你要寫Android還在寫Apple 如果兩個都想學 那我建議你買Apple的Mac 這樣子像是Air這樣子 所以那孩子也在寫假買一台Mac 然後開始學 那真的課程是從9月1號開始 我覺得我在上課的時候 其實我有先做課前的規劃 幫孩子說 其實你知道嗎 很多人都說我要學程式設計 但是它只是一個技能 因為你有這個技能在你身上 而去幫助更多的環境 所以我跟那孩子講說 技術只是一個東西在身上 但你要怎麼去多多去關心周遭的朋友 所以我在還沒上課以前 我就給他第一個作業 就是說你去問你的妹妹 你問你的媽媽 你問你的阿嬤 問他生活中的生活方式 有哪變不變 然後去收集一個題目 就是以後 你有這樣的Skill 去做出一個APP 去幫助人 因為我覺得 今天走到今天APP 是屬於一個幫助人的方式 那他大概想了一圈 不過想完 那我們開始學的時候 就 我們就定一個 他的想要做什麼 他就不外出幾個啦 他想要寫計算機 然後想寫指南鎮 還要學始終 那幾種類型 這樣子 那我就從9月開始 那 怎麼讓他有趣呢 因為其實我 這是算家教 然後我從來沒有當過家教 然後我就有跟幾個朋友問說 欸你有沒有當過家教 然後你分享一下家教心理 那不外乎 那個人家跟我分享說 家鄉要認識 老闆是家長 所以 所以你要知道家長他想要什麼 那孩子可以學到什麼 什麼種去規劃 那我的企劃是 我讓孩子在學的過程 要做勞作 他一定要有個 做的東西出來 讓他可以看得到 摸得到 那是他的東西 因為畢竟他是當一個才藝在學 所以我就規劃了一個叫做 我們那個城市有一個那個project 就是 在這次的整個大計畫裡面 我的project叫做 Android Village 就是以後你任何產生 都在一個村莊裡面 然後一個小村莊是你的專案 那裡面就有各種的東西在裡面 然後我們村莊裡面的第一個APP 叫做Android Lab 一個實驗室 然後我就開始規劃我的課程 那其實在規劃課程 其實自己有很多蠻多的調整 因為你自己如果 上過學校 你就知道台灣的教育怎麼樣 那我就規劃類似 噢 噢噢噢噢整理很多 你以後就要學這些 你就照我這個上 我準備來這樣教你 那其實我後來在 教的過程 九月幾週 我發覺 有些事情 你不能像大學生那樣很完整去上 第一 他時間不夠 因為我在跟這孩子交的時候 其實我是利用在 禮拜六的早上兩個小時 那對我而言我覺得 對我而言講是一種輕鬆的休閒 就是說其實擺脫一到五百分的工作 你可以出門去教一個孩子一個東西這樣子 那我就一路過程就在調整的課 所以就調整就是說 他在學的過程是針對你的東西 那其實在學Android前 有些只會的先修班 在大學裡面叫做Java的課程 這個東西上下去 很多同學就會 因為下雨天啊 因為跟Musan 就同意教課的那種情況 那我在那過程去教他一個 比較難的東西 今天你來在座 我可以教你的概念 裡面一個東西很難 叫什麼叫物件導向設計 這個東西要先會 後面才看很多事情 那今天在座其實都可以學會 那我跟他分享的是說 我們在學物件導向的時候 你要想像 有一個家族系列 我舉個例子 你可以設計一個動物叫做猴子 他是我們最上層 那物件導向概念就是 他是一個形體 他本身會有顏色 會叫 有性別 有身高 體重 那他可以開始展開來家族 你可以設計一個金剛 金剛猴子的關係是什麼 可能比較大隻 然後貓可能是黑色的 然後可能比較不會爬樹 他的特色是延伸下來這樣 那你可能有人緣 他繼承下來的特色是什麼 可能他可以站起來 只要兩隻腳就可以走路 然後一般的猴子 那猴子可以怎樣 那我們就在從那個城市裡面 就設計這一隻隻的小城市在裡面 有一個猴子城市 有一個金剛城市 有一個 然後我們就問他 你在呼叫就可以問他說 你身高多少 多少 體重多少 這樣子 然後去說 那再另外一個範例就是說 我們生活中看到一些幾何學 你今天有一個動力表 突然叫做形狀 形狀是最上層的 那我再跟他介紹 你開始就往下去 你在 你再回問他嘛 你國小有學過數學 那個幾何學 就是 有沒有算過三角形 有沒有正方形 有沒有靈形 幾個特色 然後再從裡面去規劃那個程式 他是有長 有寬 有高 這幾個特色 然後電力裡面的功能 程式可以寫出他的面積 寫出的周長 那我記得這過程去教他 一個很難的Java的東西 讓他去學說 怎麼去透過寫聲 把這東西說出來 那我們後來就去往下走 因為其實這過程是蠻煩悶的 那我就讓這些過程 跑的這些程式 知道到有每次跑都在那種 白底黑字 你都會覺得很煩悶 我就把他那些東西 是寫在我們那個Android Lab 那個App 所以他就打開那個 他每次寫完 就開那個App上面跑 然後結果那個結果 會出現在那個上面 這樣 那讓他一直覺得 他學的這個東西很無聊 但是跟他 之後要寫Android 這是很有必要的關係 關鍵在這個 在下一個地方 我們寫完那些 形狀的計算之後 我開始教他 來 我們先打開一個畫布 我們開始要學Android 我們去拉一個 可以輸入長的欄位 再拉一個叫做寬的欄位 在我們版面上 然後做一個計算的按鈕 你把你的 你想要算的那個 正方形或長方形 比如說 長 十 寬 五 長 成 寬 你按下計算結果 套你剛剛寫的程式 那你就要把那邊寫的是有用來算 他就看到那個巫師 那樣的畫面在他的手機上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過程 就是說 讓他懂得星秋半的重要 跟後來回來 寫到這個Android這邊 那其實這個過程很多 很大的改變 很多的感謝的地方 可以跟各位分享 就是說 其實 他 他在這個過程 他一開始 他買了電腦 然後他都要跟爸爸借那個 那個HTC的手機 然後每次都跑進去這個Rub 那有時候過程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一開始上課都是他聽我講 然後他都在旁邊 然後問他 我上一上課都問他 誒我這邊講你懂嗎 然後有某某某問題 然後小孩子的內笑比較沒有聲 那從這個過程 我後來幫他 我原本是從我的電腦展示 到他自己去敲那個鍵盤的時候 我發覺 他就比較有那個精神 然後又會想說 誒讓我來 我會想要用意識的去敲 這樣子 從我的後來教學 變成從不是我去打 而是都讓他打 然後我旁邊下指導器 所以很像我就是教練 他就教練 誒往左邊 往右邊 往上打 往上打字 很像我在 還會以為在打電腦上 跟他講什麼破寬那種感覺 那當我在他電腦裡面 通常那個entroid 模擬器的時候 當他那個程式 要可以跑到某些 他可以去伸出一支 HTC的手機 在他電腦裡面 伸出一支Sansung 在電腦裡面 他那個成就感的出現 他也後來還跟爸爸炫耀 你不用借我手機 我這邊可以開我自己的 在我摩擬器 那在這個過程 有很多的部分 那最大的感動也是 在最近他 我們第一大里程碑是 9月上那些課 10月 我們就寫出了我們計算機 他就有一個畫面可以按那個 簡單的加進程序 按更新 那 在過程我會在問他 你之後要學什麼 我們後來也學了照相 然後他最近 11月他跟我定一個說 他12月有個雲友會 然後想要學一個 如何讓朋友不用的APP 去點餐的APP 哇 幾乎都可以拿來做創業題目了 他說OK 不容易 但是我可以讓你 怎麼去切割 怎麼讓你之後的課程去上 這樣子 所以像今天 今天我早上還有上課 我幫他規劃的課程 是怎麼把你的東西 選擇買的東西 放在網路雲端上 然後最後你怎麼是 手機把它讀出來 這樣子 那我時間到了 再給我兩三分鐘 我把後面的結尾講完 就是說 其實我在這個過程 我覺得 看到感動的地方就是 你會看到那個孩子 他從他自己過程 他知道說他要什麼 他不要 他不需要他爸爸手下 可以把東西 用在他自己的電腦裡面 然後在這個過程 你看到他把東西 他最近 他最近獲得一個名版 然後你看到把程式 跑到他那小平板 耳素平板裡面那個感動 他在摸那個畫面的時候 那個 那個感覺是很棒的 那 還有一個就是說 其實我在過程 關心這孩子說 欸 後學的孩子 他是不是本身屬於功課好 那我在聊一個過程 其實這個孩子 他在學校功課 聽說啦 不是很好 那其實 講回來說台灣的教育 或說孔子的有教無類 你不能因為好學生 你為了自己 是因為老闆 來教好學生 所以其實我在這過程 我自己也告訴你 如果不好的人 但是他因為有這個興趣 你教他 其實會改變他的不一樣 這樣子 那 我會講程式的快 慢的快 就是說 其實在這過程 我會一直教孩子說 欸 我們趕快做錯的東西 看他的成果 然後看他的畫面 讓他覺得 你現在一直在學的東西 你有苦包吃你的熱情 不會只是說 你一個才藝 小時候有沒有 有人可以學學鋼琴話 就不學了 我覺得我一個使命 是希望讓他 可以在 keep在那個很high的那個trap 因為 其實我去美國 我曾經去美國參加技術大會 我看到 我去參加的時候 這坐到我旁邊 是美國白人小孩的12歲 在那邊學寫程式 其實 台灣也可以做到 那我今天在教育這個 其實台灣的孩子剛好 也是上過 2歲 還是13歲 我希望他也可以保持下去 那講到程式慢的地方 就是說 我們寫東西不能去擠 你去擠 很像做一個作品 趕快做出來 那你過程是很 很粗糙的 以後你回來看 你只會覺得不滿 那我現在在教他的時候 我會把成人的標準 去套在身上 跟他講 欸 這地方你打字要注意大小寫 這樣你等一下東西才好找 以後你快來看才看得懂 我會把一些規範跟他講 然後叫他去培養那個習慣 因為我覺得 習慣可能要從最早去講 那也希望說 不管是 我不知道這個家教還會多久 但我覺得以後 這個一定是這個孩子 在面對他未來要寫什麼 新程式 這一段過程 一定是他會是他的很好的回憶 好 那我今天的分享是高分 謝謝大家